今天科学家在2013年已经全世界的科学家已经发表了公开的声明 我们这个世界只有4%的物质世界 我们的仪器、我们的眼睛可以测试它 那么还有96%的世界里面的暗物质、暗能量、暗空间 我们的科学是完全不能够测试的 在2013年,在2013年,科学家在全世界已经发表了 他们的组织全世界是4%的物质 我们的眼睛和所谓的《现代的技术》 但在《现代的科学家》,还有96%的宇宙 其实是从我们的身体的眼睛和所谓的《现代的科学》 也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空间 看到的窗外的这个空间 那么这里面有96%的东西我们是看不到的 我们只能看到4%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空间和外面的宇宙 所有的东西你能看到和感觉 其实只有4%的东西 还有96%的环境 我们也不能感觉到的存在 同样的我们人体是整个宇宙的一个全息素养 所以是外面的世界是这样的比例数 我们人体内在的比例数也是这样的 有4%的是一气可测的 有96%的是一气不可测的 我们的身体是相比较整个宇宙的 其实我们的身体是整个宇宙的 整个宇宙的整个宇宙 所以任何所谓的《现代的宇宙的世界》 我们的身体内也有 这意味着 我们的身体内有4%的材料 和96%的材料 这些眼睛是很好练出来的 如果把它练出来以后 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有一个透明的月亮 是一个透明的球形的这样一个月亮 它实际上是我们里面的这个松果体 辐射出来的影像 倒影影出来的 它实际上是一般人看不到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放大 去看外面的视线 那就可以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在这些眼睛 你能够能复制它 到一个更大的形状 所以你能够感觉到 这个环境 所以说古代称这只眼睛 有第三只眼 又叫天眼 本来是我们人类本有的功能 但是随着这个几千年来的演化以后 我们不用它 所以它现在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 但是我们真正静坐的目的 不是为这只眼睛静坐的 但是我们真正静坐的目的 不是为这只眼睛静坐的 因为大家知道整个太阳系里面 有一个月亮 但是月亮自己它不会发光的 它一定要靠太阳的光 反射太阳的光 除了它才会有光 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太阳系 我们除了要有这个月亮之外 我们还要把自己的太阳列出来 这就是西方已经发现的太阳神经虫 这就是西方已经发现的太阳神经虫 它是在我们的这个胸膏的下端 为后面这个地方产生的叫太阳一样的光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光 我们的那个光点母体光所存在的地方 那么它就像我们太阳系中的太阳一样 它是我们人的中心 所以天空其实在我们的天空中 它是像我们的天空中的中心 它是像中心的太阳系统 就是天空的位置 天空的位置 我们要想自己的这个生活体 这个月亮在这个地方能够亮 它一定要把太阳的光放出去 这个月亮才能更加的亮 那么我们的这个太阳神经虫理的这个太阳 每一个人刚才讲了你那个光子 最原始的那个光子就是那颗太阳 也就是这样的那颗太阳光 那么它就是那个光子 我们刚刚才的那颗太阳光 明天空的阳光 我们就有一个 servicio的地区